为音音不断涌入台东的游客 提供更好的观光服务品质 以及解决台东长久以来 通讯品质不良的状况 缩短城乡数位落差 谢府积极向中央争取 102年底获得花东基金核定补助 今年4月施工 台东将会是五都以外 第一个提供全线户外免费Wi-Fi的县市 12日上午县长黄建廷 特别前往施工现场勘查 了解工程部件实况及进度 我们即将要在今年做一个 非常非常大幅的改善 在这样一个网络资讯的时代 民众还一直在过着那种速度很慢 没有办法很便利的 到处都可以无线上网 这样的一个比较落后的数位的这种服务 我知道不只是针对台东的20万的民众 同时也针对来到台东的一年六百万的游客 我们都必须要提升 我们这个3G跟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像这样的一个网络跟资讯的基础建设 绝对只是一个工具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 就是把这些东西建制起来 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台东成为一个智慧城市 所以将来 等我们把这个 这个250个热区建立起来之后 台东就具备有那样的条件 开始往一个智慧城市的方向来走 将来可能有更多的加值的服务 我们可以运用上来 Title Free 户外免费上网服务 预计于7月底建制完成 范围包含户外人潮聚集流动区域 机场 火车站 热门观光景点 与四季活动地点等 共250个热区 只要在讯号涵盖范围内 开启WiFi并连上Title Free 就可以免费上网 幸福未来将逐步推动更多行动加值服务 让幸福台东再升级 并加速迈向国际级智慧城市的目标 台东县政府报道